吉安相公所109年课语初级认证班7月开课 今年有40位学员报名 全员都要参加认证考试 相公所特别招聘了两位专业的课语新传师 带领学员读课语 配合数位化的时代也教导学员利用网络线上作答 莫尼考的实际情况 希望让所有学员能够顺利通过认证 吉安相公所推广课语成效卓著 每年辅导参加课语认证考试的成绩都相当的优异 109年度吉安相公所再开办了初级课语认证班 这一次有40位的学员报名 而且全部都是要参与认证考试的 因此相公所特别为学员们安排了周延的学习课程 历年15位的报名人数今年突破40位 也就是我们的参与人数多出了1.6倍 而且这40位是完全要参与我们初级认证 所以我们也征集到课委会给予彩色 跟我们认证版的一个教材跟我们的读本 那也有CD可以带回去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共学 那今天开课了看到了夫妻长亲子长祖孙党 跟我们国小一直到85岁的学员都在里面 我们相信活到老学到老成长的学习 不分你我不分祖孙 我们一起来共学 我们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模拟实际的考生状况 所以我们也跟吉安国小来諮商 一起借了我们的电脑教室 把我们的这个考试的现场 搬到我们的学习教室 我们进入了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教室空间里面 就等同考试的会场 是完全百分之百相同的 所以也减少了他们的紧张程度 也能够进行更有充裕准备的 这样的一个考生的一个尝试的工作 两位课语新传师专业的教导学员们 念课语、学拼音、讲句子 配合数位化考试 相公所还借用国小电脑教室 让学员们可以熟悉电脑线上作答 模拟考试时的实际状况 要让学员们可以顺利的通过认证 这一次的初级认证考试 分别是9月12号及9月20号举行 学员们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全力充斥 希望能够再创佳击 介络会节安相报导 感谢观看